我们延续了大郡艺术的经典用色 像干青色以及暖橙色这样子的一个组合搭配 去串联我们的一个视觉的形象 二馆的成立也主要是希望能够营造更轻松惬意的观展环境 那我们负责人他其实从一开始的初步的构想到设计发包 然后一直到后面的这个监工的部分 每一个环节都亲力亲为 那我们大郡的每一位同仁也都是很积极的在进行参与跟讨论 所以说在我们本来预设的90天的这个工程期里面 我们花了45天的时间就完成了所有的一个工程 最后的成果也十分的满意 我们大郡艺术建满一年的时候 我们的负责人其实对于这个二馆的雏形 就已经根植在他的脑海里了 所以说在二馆成立的部分的话 他希望可以加入一些花园景观 然后沙发座椅 以及就是我们同时设有游耳咖啡 希望说这样子的一个空间氛围 可以带给大家比较轻松惬意的一个观展体验 部外景观的部分其实我们是以城市绿洲作为我们的一个概念发想 所以可以在入口处的时候就看到有七颗非常高挺的东东海藻出立在里面 然后还有就是非常多的一个植栽绿狼这样子的一个设计 室内的空间的话 我们首先进来可以看到我们其实结合了非常多的一材质 比如说像是我们有特制清水膜的造型砖墙 以及像是有光线通通性的一个铁网长的设计 另外我们视线网上可以看到有七千多支的这个原木的木条出立期间 它其实是用一个高低步一的这样子的一个设计 希望带给大家空间上有一种音乐的节奏性在里头 然后搭配期间的是一道曲状的一个蓝色星空墙 它其实在一天之中随着光线不同的光影的变化 它会有不同的一个视觉的感受 我们在整个空间规划上 我们有一些活动的展墙 会依照当下作品的感受上的不同 或是风格上的不同 展墙上会做一些变化 让每一次来看的来访者 都会有不一样的观展体验 我们二馆主要是以签约艺术家为主 那未来签约艺术家也会扩及到整个亚洲地区 那甚至也会联动我们一馆的各展艺术家 将一馆各展艺术家的部分作品延伸到我们二馆这边展出 然后也是希望这样的方式能够让艺术更交流 更丰富多元 那我们这次的开幕首展邀请了十位的平面画作艺术家 以及四位立体雕塑艺术家 我想特别介绍的是我们来自中国北京的艺术家 汪小柏老师 他主要是以画面中的小红人 是他的小孩为主题 然后想要传递的是 小朋友内心世界里不断地冒险 不断地闯荡的一个历程 另外想要介绍的就是 集书道家 绘画家 以及建筑师 三种角色 于一生的艺术家旺博程老师 那这次带来的作品呢 是将他顺势跟造势的书道精神 融入到他的动物姿态里面 其他还包含平面画作艺术家 有梁培正 吕中灿 曾荣泰 李绍荣 玉泉 石建国 主要也是希望能够展现出 近几年台湾非常多元的艺术创作能量 一次展现给来访者看 在首展当中 蔡老师我们也带来了 15年到19年作品当中 具有代表性的一些作品 他的用色上面 以及对于他人生中的一个体悟 其实风格转化的蛮明显的 那可以看到蔡老师的作品片片呢 是蔡老师赋予给他的三片云朵 就像一个大树 跟我们大军艺术二馆的户外的 空间的概念有点像 他脚下面踩的是过去 那手握着呢 他是现在 然后手捧着是未来 那我们要拥有我们现在能得到的东西 那当然我们一样对于未来或梦想 我们的冲击也是非常大的 这也是会把这件作品 隐喻到我们这个二馆的一个发展性上面 我们这次也带来了林俊斌老师的钢弹模型的作品 那在这个系列当中 林俊斌老师一直都是以普普艺术风为整个发想 之所以为什么会用模型呢 他重新把钢弹这个模型的零件 重新用它的一个语言符号重新的表达它对于创作历程的一个影响以及发展 在这次展出当中也有我们负责人自己收藏的一些立体作品 包括像在印尼非常在当代艺术上面非常火轰的一位艺术家 伊尔瓦娜的雕塑作品 以及日本当红的艺术家小泉武等等的一些雕塑作品 都会在我们的这次手展当中呈现给各位宾客们 那二馆的成立其实我们也希望说在 在历临我们这个空间的时候 可以感觉好像是在家里面欣赏艺术品 这样子的一个空间氛围跟精神感受 所以说其实在未来的部分 在捷运开通我们相信有非常多南北地区的艺术爱好者 都会在造访台中这个地区 也希望说这个地方可以成为大家的一个汇集的焦点 成为大家一个美好的落脚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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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